我也很想玩 他這部戲你們兩個都有很 滿多情緒很重的戲都一直哭 有沒有哪一場特別的難 哭戲對你們來說是簡單的嗎 我猜原本應該以為很簡單 原本 真的喔 對 反而沒有特別去分哭戲不哭戲 因為 你在劇本 或是 他的導演的設計下 你好像到那個點 你情緒就會 就會在那裡 很舒服很自然然 我記得他們 真的有很多小巧思 就是他們好像蠻常 我應該說大部分演員都會蠻常會 有一點點習慣去分這件事情 就是啊我介紹哭戲或什麼 就是會有一個 但我會覺得那個預設感有點太重 所以有時候我都覺得 因為就是他們兩個就是在角色裡面的時候 我就會認為說 我其實我不care你哭不哭 那不是我的重點 我也不會管你說你眼淚要流幾滴 我也不care 然後我只care的是你知不知道 哈成或是浩婷接下來他要面對什麼 我要確保你很清楚 因為你是他們的話 你是什麼感受 我只想知道 你現在就是跟我說 可是我應該氣得半死啊 我怎麼會想哭 那就不要哭啊為什麼要哭呢 然後我們就做了還是哭了 而且那個有時候其實到那個點的情緒 情緒多到他就不需要了 像那個米粉攤那個我真的受不了 我一開始前兩顆鏡頭 我一開口就已經情緒來了 但其實對於阿誠的那個 這個還是要導演在摩映特前面監督才會 真的才會感覺到 然後還有像那個打戲 那我們那時候很拼命的彩排 然後就是打得也中間很多 打得很就是往私利打這樣子 很拼命的一場打戲 但導演那個時候講了一個我突然醒來 他說我們要這場戲我們要建立的不是阿誠有多能打 而是他把這件事搞砸了 對 我們才知道原來這場打戲不是要展現身手 不是要 我們不需要很華麗的場面 我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阿誠把這件事搞砸了 這個是唯一的重點 所以他有很多在 他會跳開來看 而且要抽得很開眼 而且他隨時又要在角色的角度裡面 所以他會更累 他每天要檢查再進入 然後檢查 然後再跟我們一起敬一敬 你好辛苦喔 對啊 剛剛很累耶 對不對我講 我講的沒錯 那個過程你是不是這樣 就是阿 對啊 因為你之前 看你之前一個都這樣 是不是講到精神 那你要哽咽 那你之前一個真好說你覺得 因為你很喜歡看電影 所以你覺得拍電影看很簡單這樣子 結果現在真的拍了自己的第一組唱片 對我真的要勸告各位 就是想要一起當導演的親朋好友們 真的是當導演真的是很累 很累 而且我們又是要陪著角色走 所以我們是兩個主角 我就要陪著兩個角色走 所以那個都是Double的 然後Double之外 除了跟著他們走 我還要再跳脫嘛 所以就是Double再Double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喔真的很累 他要幫我們理情緒 回去他還要整理自己 喔對 大概是這個過程 對然後還有一些自己家庭的問題這樣子 是不是 我 你現在是 什麼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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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跟我出來 一次一格圖滿免歡 在電影裡很會畫圖把妹 今天我們就來考考三位 畫圖猜電影的功力 當然題目中的電影 都是愛情經典名片 猜對一題就有5秒宣傳電影的機會 然後我們 NATE 剛剛很簡單把對你們來說 究竟他們能答正幾題呢 顧你 還沒想完 好 這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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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